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正杰跟陈维玲教授还在现场展开一段管乐跟弦业的PK乐段 以戏剧性的手法让孩子们在欢笑中了解弦业跟管乐的特色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一直觉得偏乡离岛的小朋友他们是很可爱的可是他们也许没有机会一生听到一个很正式的音乐会 所以我启动一个自己的一个计划 张正杰带着他的大体情走遍天涯海角 那这个计划刚好因为金门坑到音乐节的关系 我们就把第一场就摆在了京东戏院为金沙这些金门比较偏远的小朋友为他们做了一场演奏 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出来他们不是很有机会听到音乐会 那我们更要给他们这个机会 那我要告诉大家要启动这个计划 我也要跟社会大众宣布我要为这场这一个99场100场音乐会开始启动一个募款 我来帮所有的音乐会募款 然后让学校他们只要学生来听就好了 我相信台湾是最棒的地方 最有爱心的地方 大家一定都会热烈来参与 离岛与偏乡都很重要 完成首场的天涯海角音乐会之后 张教授坦承其他99场还有带规划 未来每场音乐将会启动募款 他预计以十年的时间带着大提琴跟他的朋友一起 为偏乡为孩子们举办音乐会